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 我们都应该爱护 但是偏偏有人呢 非要欺负人家 我们要说这两天 在厦门中分视野野生动物园的一只 叫小河的鳄鱼 就被人用石头给砸伤了 总之这事呢挺气人的啊 太岁投身动土啊 老虎屁股上拔毛啊 您这儿照着大鳄鱼扔石头 是谁给你这勇气 有网友说的特别诚恨 说必须让肇事者当面给鳄鱼道个歉啊 给鳄鱼面对面的道歉啊 这个有点狠 我估计大家伙都是气不过这事了 是啊别看这只鳄鱼名字叫小河 但是在鳄鱼界 它可是大咖 体长约达六米 体重约两千五百斤 是弯鳄啊 这鳄鱼小河今年三十七岁 雄姓 它是现在东南亚最大的鳄鱼网 保持着亚洲体型最大的记录 就这么一大块头 还是被人给砸伤了 根据当时附近的游客说呢 肇事者是一个家庭观光团 一家人有大人有孩子 到了鳄鱼园区的旁边呢 看到硕大的弯鳄小河 在那趴着一动不动 就开始怀疑它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一个鳄鱼的模型 为了一探真假 选择用石块来去试探鳄鱼 最开始小河被砸 依然没有动 结果呢 这家人就变本加厉了 加大了扔石头的力度 被砸疼的小河终于动弹起来 这家人才停下了手 高兴地心笑拍照 而紧接着小河被砸到的头部 就开始流血 他们才快步离开了 是啊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旁边的游客也在阻止他们 这家人就是不听劝 直到真的溅了血 直到闯了祸才匆忙离开 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个时候受伤 其实对于小河来说不太妙 伤口的愈合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来听听动物园专业的 鳄鱼管理员是怎么说的 我们过来看的时候 他的鳄鱼的伤口 已经开始流血了 然后就看到旁边 有个很大的石头 就这一块石头 然后很重 大概有两斤重 然后鳄鱼的伤口 头部的伤口呢 大概有三公分长 很有可能就是这边 比较风意的地方 然后砸到鳄鱼的头部 然后我们当时就做了几年处理 把水放掉 然后给它止血 上消炎药 大概还需要十天 或者半个月 才能愈合成了 鳄鱼呢 它属于是变温两溪洞 如果天冷的话 转凉的话 它是不爱动 所以说咱们有些游客呢 就认为它是假的 然后就用石头 或者拿棍子 去挑逗它 这可能又是别人 扔上去了 这个是因为游客 扔石头下来 然后它一踩到 会刮伤的 这块呢 是当时游客砸伤的 你看看各位听明白了 天气转冷 鳄鱼的这个 新陈代谢变缓慢 吃的不多 伤口也很难愈合 而且这个鳄鱼的体质 决定了天一凉 人家就是不爱动态 就是为了试探 是否是真假 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 小孩已经受到不少伤了 挨过不少打了 这回又伤的不是时候 只能是24小时 密切观察 干燥伤口 定时涂抹消炎药 避免伤口感染 我就想说 扔石头这家人 别以为扔完跑 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 因为这个鳄鱼属于 宾威野生动植物物种 依照相关法律 这种蓄意伤害 宾威野生动物的行为 已经构成违法 肇事的游客 必须来承担法律责任 动物园方面 早就已经报了警了 现在正在调取现场视频 跟影像资料 寻找扔石头的肇事者 赶快投案自首吧 好